此受到控制 當局預料在星期二可以全面控制火勢 部分疏散居民已經可以回家 陳家珍報導 由於風勢減弱 南加州山火燒了超過一天之後 火牆四成面積已經受控 預料星期二就可以切斷火爐 將火勢全面控制 由其他地區來支援的消防車已經開始撤走 現時主要由直升機在空中灌鋼 而工人就加緊搶收受損的電纜 一度受山火威脅的馬利布豪宅區 部分居民已經可以重返家園 一些豪宅雖然大屋沒有被波及 但花園就燒清光 今次是馬利布十五年來最嚴重的山火 場火在星期六早上發生 燒毀近二千公頃林木 及接近八十間房屋 當局動員超過一千七百個消防員灌救 南加州上個月也曾發生嚴重山火 但重災區聖地國有二十多萬公頃林木燒毀 十多人死亡 有線電視記者陳家珍報導